我們來看第七題 王同學他今天投擲第六六球 六六球剛開始以每秒一公尺的速率之初 所以我們老師在這邊畫一個圖 這個是我們六六球 這個六六球他剛開始以每秒速度為1的速率之初 我定義他今天向右邊我們定義向右為正 然後呢在兩秒後以相同速率相反方向回到他的手中 所以六六球這樣丟出去之後呢 他會到達一個最遠的地方 在最遠的地方這個時候他的速度是0 然後開始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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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一直到這邊回到他的手中 他們說呢這個時候是已經經歷了兩秒了 而且呢這個速度是怎麼樣 是相反方向 所以我就寫b2等於-1 ok 好那今天要問什麼呢 今天要問說啊 這個球是離開王同學手中 也就是從這個點 b0 一直到回到他的手中 也就是過去再回來 到v2這個地方 要求第一平均速度 ok 好以及平均加速度 這個各為x跟y 所以我們定義啊 平均速度這個地方是x 然後呢我們再定義 平均加速度是y 好 首先第一我們要算平均速度喔 好平均速度啊 它是不是就是呢 位移除以所經過的時間 對不對 好那位移要怎麼算呢 位移是不是就是末位置減出位置 然而啊它因為又回到原本的地方 是不是表示它的位移是0 對不對 經過的時間是2秒 所以啊這題答案算出來 答案就是0 ok好這個很簡單 0公尺除以秒 因此我們的x呢 x就是0 好接著我們看到第二個 要求平均加速度的大小喔 好平均加速度的大小喔 平均加速度要怎麼算呢 平均加速度啊 平均加速度啊 是不是就是 速度變化量去除以所經過的時間 ok好 速度變化量怎麼算呢 速度變化量是不是就要拿 末速減出速 ok好來 末速-1 然後呢 然後呢 減出速是1 然後呢 好去除以所經過的時間2秒 好 那你說老師不對啊 答案都沒有負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說大小 那既然要算大小呢 我們就要幫啊 後面這個ΔV 再加上一個絕對值 ok 好 但實際上呢 位移跟速度啊 變化都是有方向性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加一個這個 好 那考試的時候你可以不用寫沒有關係 因為你寫這個可能就是浪費時間 好 那麼來 我們這邊加絕對值之後呢 就可以算出啊 它是2分之2 ok 2分之2是多少呢 好 這個是廢話嘛 對不對 2分之2就是表示啊 它的加速度是1 好 公尺除以秒平方 因此這一題 x等於0 y等於1 所以答案呢 就是b選項